接下来看温馨医病情的故事 七十多岁的这位阿公 过往来洗肾的时候 都是由太太陪着十多年了 太太却在今年初意外往生 阿公变得很落寞 台中慈祭医院洗肾室 对她格外关怀 播放着太太最喜欢的黑胶唱片 让阿公感觉没那么寂寞 阿公洗肾已经十多年 一个星期三天 太太总是陪在身边 年初她突然往生 对护理人员来说 也失去一个熟悉且温暖的身影 就刚好写对最大背的那个床 然后阿姨就会坐在旁边 没了 就是偶尔就是这样抬起头 就会看到阿姨不在了 小宝 你睡觉好不好 睡觉不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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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是怎么 黑白乡 黑白乡 阿姨在想什么 想老婆 阿姨就是在我们的每一个小细节 你哪一个环节需要什么 然后她很贴心地帮你递上 还是觉得很窝心 然后很不舍这样子 阿伯 吃咕不饭 你 她最近看起来比较就是忧郁 对啊 然后其实我们可以感觉到 就是她平常跟我们的互动变小 不仅医护人员 洗身病友也一起照顾阿公 阿姨这样 她太太就对付出去 就来 来带阿姨 我就 为了养医生来带 祝福阿伯 就是要他放心 就是其实不会因为阿姨的离开 就没有人陪伴 还是有对我们所有的同仁 一起陪伴他 大爱新闻 郭记忠江丽君 台中报导